说到这个生病 中年以上的病痛就多了 为什么会多了呢 人身体是个机器 这个机器里面 管道很多很多 这个管道用久了 里面有肮脏的东西堵塞了 毛病出来了 如果这个管道一些长痛 一丝毫堵塞都没有 人身体健康 所有的毛病 根本原因就是这么 所以你有病去看医生 医生一定问你 大小病这么正常 如果大小病很正常 没大病 为什么管道痛 如果不正常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管道不通 所以他头一个就问你 问你这个管道 那你说大的管道没有问题了 通了 那你毛病出小小的管道 那个就 不是很严重 就给你治疗 那么药物 药物就是帮助你 清洗管道 你这个血管 肠胃都是管道 用了这么多年 肮脏东西粘在那个旁边 就这么形成的 所以懂得保养身体 你要饮食上 要清洁 要清洁 要卫生 最重要的 心要清净 心底清净 心底不染灼 你那个管道 也就不容易染灼 为什么呢 一抱随着正抱转 正抱是心理 是思想 每一天想的太多 想的太复杂 想明文立扬 想这个 无余六成 这个是 严重的污染 清心寡欲 你这个管道 不成问题 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 释迦牟尼佛当年 给人家治病 这佛是大遗忘 他用什么方法治病 他叫人念咒 传你一个咒 你一念 便就好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为什么呢 念咒是阴身 用阴身 整动你那个部分 你这个部分有阻塞吗 这个阴身 发的这个阴 它整动到里面 那个管道的部分 把你整动的时候 里面那个阻塞整开了 你管道通了 最高明的办法 再其次的呢 用针灸 我们中国人针灸 也就是你这个穴道里头 阻塞的时候 把你打通了 你立刻就恢复正常了 药物 用药来治疗 是很笨的方法 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产生副作用 最高明的方法 是咒语 用阴身来整动 自己的阴身来整动 不靠外头的 那么佛经里头 治病的咒语 很多很多 现在你去念 不灵 为什么不灵呢 你发的阴不准求 阴量那个大小 也不准求 所以你照那个去念 不灵 那一种方法呢 要直接口传 口寿 现在已经 三千年来 失传了 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到 唐朝时候还管用 印度这些高僧大德的时候 到中国来给人治病 用诸语 还管用 现在不行了 念的音不准求了 音量也不准求了 也不知道了 这是众生没福了 所以这个好的方法是穿了 但是我们懂的这个原理 你就知道如何养生 养生的原理是 清净性 平等性 慈悲性 清净平等 要用现在医学里面话来说 就是自然的抗体 你自己本身的 现在要讲是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 自然的抗体 就是真诚 清净 平等 自然的解读 就是慈悲性 爱心 所以 你要常常能够养自己的 清净 平等 真诚 慈悲 你什么病都不会生啊 现在有的病啊 也会很快就好了 佛给我们讲的 一点都不错啊 你只要修这三个心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 不但你什么病都没有了 你也不会衰老 人的老化 实在讲 也是心理上的因素啊 他天天想嘛 年岁大了 老了老了 他天天想老 想老 果然就老了嘛 一天比一天老吧 佛法说 一切法 从心想身啊 那老了 天天没事情干 想病 真的痛 恐怕有什么毛病 赶快检查检查 一检查 果然有病 为什么呢 想出来的嘛 他不想福 天天想病 你说有什么法子 病了之后就想死 天天就打妄想 所以人呢 愚痴 生活在妄想之中 这个是 不健康的根源 就是妄想 我们学福 学些什么 就学这些东西 学了真管用 真正的健康长寿 真正的不衰不老 我们学福 最低限度 也要有这么一个招牌嘛 这个样子给人看看嘛 人家才会相信啊 他看了之后 他才会羡慕 他问你 你是怎么保养的 告诉他 念阿弥陀佛保养的 他就会念佛了嘛 他真的不是假的吗 如果你是学佛人 看到你这个样子 就像个病人 就像个半死不活的人 看到这个佛不能学 学佛学成这个样子 这还得了啊 所以你看看 祝佛如来 成佛之后 还要用一半戒的时间 去修向好 修佛报 为什么呢 让一切众生看到 身心目性 众生只看外表 不看不到里面 所以佛先要 把外表 门面搞好 招牌搞好 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 先以欲勾牵 后令入佛制 我们在论言会上看到的 阿南为什么要出家 要修佛 就是看到佛的向好 羡慕佛的向好 跟佛出家 佛的这些道德 智慧神通 他们也看出来 他只看佛的外表 向好光明 能借赢很多众生